我沒有想到說今天來了這麼多南港區的里長 好像全軍出動 謝謝大家來參加新興公園的開幕典禮 到我們的第一任我們主要是在處理西區門戶計畫 到我們的第二任東區門戶計畫變成目前整個市政府最大的一個重點 我也相信在未來的三年內 整個台北市變化最大的地方會在這個地方 因為不僅我們花了很多力氣在做這種炸大的建設 第一個地方這個地方會是交通樞紐 我也認為就目前看起來你知道 從這個地方高鐵到宜蘭去應該是會做 然後從這個板南線延伸到汐止也會做 你目前看起來 然後基同前軌應該會在汐止在銜接 所以南港還是整個成為整個台灣東北區的一個交通樞紐 這個也是我們的科運展現站都在南港車站旁邊 所以南港車站本身它就會變成整個台灣東北部的樞紐 從宜蘭一直到石門要進出都會在這個南港地方 在這個交通中心 在這個交通中心之下 我們在思考說其實我們也希望這個整個北台灣的生技機率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從這個 這個 中央研究院 國家生技園區 還有東元電機 他們那個集團標下來這個 台北生技園區大樓 過去的中校園區 隧道我們是一定會開通的 因為這個 不管這個交通會擋住 不管怎麼樣 我們隧道都已經按部交官在做 所以它也是我們 然後衛福部 事實上將來台北市衛生局也會搬來這裡 衛生 衛福部 還有食藥署在這裡 加上日後的台北市衛生局 所以 整個北台灣的生技產業的研發 大概都在這個地方 那再透過這個高鐵跟 滋北的 量產的基地在連結 那另外整個 國家會展中心也成立了 然後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大概 六月會正式開幕 不過在之前應該 總統就職點擊打算在北流辦 這個計劃 不過當然現在 現在到疫情我就不曉得 不過anyway這個北流會是一個整個很重點 那北流只要一開幕你知道 人流就相當大 知道我們從空照圖再看你知道 整個南港地區 因為包括生技的 園區 交通用地 還有會展中心 還有北流你知道 我們從空照圖當時來看 發現 這個地方的量體在未來的三到五年 包括那個outlet那些全部蓋結 它量體在增加太大 所以當時來想說我們應該在南港 雖然這個建築量體增加這麼多 應該要給 綠地 能不能 儘量增加 所以後來想一想 南港平台工廠保留最大綠地在戰略上是對的 不然綠地會太少 所以為了要增加這綠地 從南港公園 南興公園 玉城公園 到今天最大的新興公園 我們就一路給它做起來 那事實上將來 整個南港地區的 空中步道 已經規劃差不多了 所以整個南港地區的空中步道會連起來 然後到 中心下到地面 然後再從綠島一直到松山 這整片大概在整個都市計畫都做好了 那將來就一步一步去把它串起來 那事實上我們要感謝南港地區的這些大企業 都支持我們這個空中步道的計畫 所以將來這個做起來以後大概是除了紐約海蘭Park以外 大概是 我看是全世界最大的規模 那事實上我們當年新興區也想做空中阻擋 但是 當時那個控制力不是那麼強 所以每個企業沒有那麼合作 所以就沒有 有效的連結起來 那這一次我們 對每個企業都 因為事前有想好養好的規劃 企業也相當合作 所以南港地區的空中阻擋系統會做起來 那 在這個這一些我們要把這個綠地做起來的時候 新興公園是一個很重要一點 事實上 這個站立將近兩公頃 他是一個 有很好的設計師 其實這個地方是東北峰 所以他那個山丘都故意設在東北角 當朋友 然後再從那個東北角下來以後 他就分區了 所以包括有這種 落雨松林的區 有這個水深植物區 有這個 這個 市立公園區 他是用一種多元 或分區的這種設計 最重要的是地方 我們開始改變 城市的一些設計概念 過去我們知道 很多公園水泥地 現在盡量把它檢查 要透黑撲面 所以這個我們這個有一個水池 他是可以 中央的水池 他就這個地區的自容池 所以他可以吸 那個儲水可以到2600噸 那最重要的是 有水池以後 我們雖然增加了很多建築量體 但是因為有水池 所以有那個氣候可以控制 控制得比較好 所以他也不會說因為我們蓋著大堆建築物 這個地方到夏天變成這個老校園 所以這個是一個都市計畫 後來我想一想 南港整個都市計畫 比信義區做得更好 不過我想這不是說我們變得比較厲害 而是因為時代在進步 因為相差的大概將近30年 所以在整個南港地區在做 東區門戶計畫的時候 他的都市設計的 理念就比較好 所以從這種空中步道的設計 到綠地的設計 到這個制風池的設計 維氣候的控制 整個設計理念是比較好 所以 這個反正就是在未來的三年之內 我們還是非常努力的 把整個東區門戶計畫 一步一步的 去做 那我跟大家 也是跟大家講過 我查過 過去五年 台北市117個捷運站 最近這個中環站 14站不算 過去117個捷運站 五年當中 出戶站增加最多的是南港站 增加104塔線 他比第二名 第二名才增加30% 五年當中出戶站成數 所以從數字上看起來就很明顯 這個南港站 出戶站增加一倍 我老實講 要買房地產 現在買來不及 厲害的早就買光了 但是我知道房地產 未來 而且我估計 按照北流 還有這個 我們的南港社會宿財 蓋下去 加上什麼 瓶蓋工廠 還有這個 這個 那個南港生機延期一度蓋下去 我們的估計 大概在未來在五年內 一樣 出戶人數還會再上升一倍以上 因為單單那個北流 人流量又相當大 所以這個地區是相當有 有前景 那也謝謝各位里長的協助 我們會秉持一個比較 高 高知識 一個良好的都市設計 然後比較長齡的規劃 一步一步 過去 所以這地方的都市設計 我自己的評估是比 當年的CD區做得更好 主要是因為科學的進步 知識的進步 所以可以做更好的設計 那 剩下我們就是 繼續努力 把它做得更好 謝謝大家